最近早上吉里亚175 Rafi的粉丝上 Carson 他说吉里22元有货 想加注,有没有建议的价位呢? 有没有机会上网30元? 怎么看吉里的估值 究竟是否偏高还是算低呢? 吉里以外的车股有没有什么选择? 你看他很中情车股 如果22元已经有,当然先来恭喜 暂时的赚幅都可以 甚至乎这一转顺利上车也算上得漂亮 不用捱过钱落到17-18元那一转 但我觉得不要因为价格升上来 就考虑再加 虽然势是强的 但我觉得这些市况是否需要去到这么准呢? 一赢就睡了一输就缩回头 我想这个市况 所有东西都不能去到这么准 因为整个市况其实 未算是太大的一个方向 不像连初那些这么旺的市况 如果那些这么旺的市况 你当然要多睡进去 那就可以了 赚的回报可能会短期很吸引 但这些市况很难估计 虽然势很强 但难保你今天再加多一车 可能下星期这资金已经有其他方向 就会慢慢在车里退出 身边可能会倒输 所以我觉得 与其已经赚有不错的幅度 其实可以先拿着 但加深住就不太建议 但我想看着价格吧 因为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 从上月的低位 17-18元 其实上到现在 26元上升的幅度 也很夸张 当然我想短线的 细微转弱之下 如果真的看上去的目标 我自己会先看着 28度 你说要30元上 我想最难的 因为始终上面有比较多 斜货 先看着28元 而且如果计算估值来说 去到28元的位置 会是差不多的 不是太多的一个上路空间 你可以看着那些位置目标 但是下面来计算 我想你也会比较好一点 订阅短线的指赚 我想加深住就不建议 但是订阅短线的指赚 例如指赚 我想只会看大约25元的位置 如果短线跌穿25元的位置 可能考虑 30元吃了会会好一点 那不穿当然没问题 既然就继续持续持续 彼此不能 如果我们时间就会 要꼆而来 因为全队都没办 要本身 envol �'ve 像简单 亮 明镜